最近国庆庆典演练昨天凌晨全部结束 凌晨三点 记者在车流中发现了被网友称为最帅交警的孟坤玉 不过当天夜里小孟可不仅仅是在执勤 他还作为北京交警的代表参加了踩车演练 演练一结束 他立即回到了工作岗位 阻挡交通 以前位艺术著称的北京七九八艺术区 昨天开始举行艺术节 44位年轻艺术家带着作品集体亮相 他们中有很多是80后 作品具有很强的实验性 本届七九八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25号 你想体验坐车从陆地冲向海中的感觉吗 可以去青岛澳藩中心乘坐一下水陆两栖旅游巴士冒险鸭 冒险鸭能以60公里的时速在陆地行驶 也能以18公里的时速在海上冲浪 牛仔裤要读成牛子裤 哈喽要读成哈罗 近期台中一位家长因为不满学校教的竹音 和现实中的读音差异很大 带着孩子来到学校门口大跳石下流行的sorrysorry舞 你考试的时候赵老师写的考 然后出社会的时候你要念石头 牛仔裤你要念你不能念牛子裤 不然你出社会给他讲牛仔裤 你以为他讲外星语 你是外星人 南京农业嘉年华昨天在南京白马公园举行 蜂拥而来的南京市民挤爆现场 这么火爆 一来是因为嘉年华上的东西品种多质量好 二来也是因为价格便宜 向这卖的实用军市价6块钱 现在只要2块钱 前两天呢在台湾苗栗县发生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 一名实习护士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遭遇持刀抢劫 但是劫匪看到小护士之后呢 居然一见钟情主动送他就医 还留下了字条表达爱慕之情 来看台湾东森电视台的报道 这名实习护士背后遭刺一刀 自己走进急诊室就医 而送他来的抢匪则在急诊室外不敢进去 边梳头发边等护士出来 稍早他是尾随这名护士要行抢 护士被刺倒地哀求 抢匪被他的长相吸引 结果钱不抢了 反说要在他就医 强匪等不到护士出来 回到现场写了一张纸条 放在他的机车上 内容是说 因为你的可爱及声音 我心软了 是你把我从堕落的地狱拉回来 警方带护士重回现场时 竟发现抢匪就在那里 警方不费垂回之力就将抢匪逮捕 发现他和被害人就读同一个学校 而且家境不错 没有前科 不明白为何行抢 但警方说 抢匪爱上被害人还留纸条诗爱 真的是头一次遇到 好在这小伙子还知道自己处在堕落的地狱 看来还有救 这次的事件呢 就当成人生路上的一个教训吧 就当成人生路上的一个教训